大纽约区台湾大专院校校友会联合会 举行了第26届的年会 即会长交接联欢晚会的活动 有300多位的嘉宾和校友亲临现场 场面热闹温馨 连任会长的苏春怀 欢迎新的校友会加入 让校联会的影响力能够最大化 在大纽约区台湾大专院校校友会联合会旗帜带领下 大纽约区国立台北科技大学校友会 以及银船大学等九个校友会会长 各自举着旗帜入场 会长们也绕着走一圈 尽管毕业已经数十年 但这些校友们这回走上舞台 感觉特别不一样 我们校友各个之间的联系 也有着互动的关系 同时对每个学校 每个校友会之间也互相沟通 因为每个学校 大家都知道每个大学 在国内都有不同的属性 那这个属性不同的属性出来的同学呢 在社区里面的就业呢 也各个不同的岗位 各种不同的活动都有互相帮助互相提息 接着在众人高唱美国国歌和中华民国国歌声中 晚会拉开序幕 苏春怀会长简望未来工作时表示 欢迎新的校友会加入 并将由历届会长 董事长组成顾问团 让校联会影响力最大化 同时希望大家不论任何政党执政 都要关心台湾 最后苏会长总结了任内的会晤成果 我们要举办委员会 大家来学习科技 去怎么听科技 这些是纽约的优势 所以我们要尽量promote 大家学习怎么提升自我 分享大家的经验 驻纽约办事处处长徐立文 亲自主持交接仪式 并代表财委会委员长吴欣欣 颁发贺涵给连任会长苏春怀 新上任的董事长范江光南 以及颁发嘉免涵 给现任董事长王金志 乔务委员 徐处长也勉励大家 支持国家 让主流社会看到校联会正面能量 九大学校都是台湾过来的校友们 组成的校联会 也是我们大纽约地区 这个桥界非常重要的一股力量 他们都非常活跃 也很有能力 所以我很高兴说 能够看到这个团体 在大纽约地区的桥界 成为一股凝聚大家 而且也是支持经文处 支持台湾中华民国政府的一股力量 纽约桥教中心主任王颖阳 盛赞校联会热情参与各项桥市活动 议员顾雅明致辞时提到 数十年前到美国求学时 接受许多台湾大学学生的协助 令他留下深刻印象 目前大纽约区台湾大专院校 校友会联合会 有九所大学加入 对于校季间的合作帮助很多 也对社区各个层面发展 有很大的贡献与影响力 台湾宏观电视杨丽 美国纽约采访 跟机会认为